14岁的湖南女孩谢嘉琳曾经由于父亲吸毒导致家里一贫如洗而自卑羞怯 但小姑娘乒乓球打得好被伯乐相中 生活也从此对她展露了灿烂的笑容 谢嘉琳 加油 谢嘉琳 加油 谢嘉琳 加油 谢嘉琳与爱比林连胜两局的成绩赢得了学校的一名教练 如果忘记吸毒成瘾又遭遇车祸的父亲 谢嘉琳觉得自己其实很幸运 广东一家知名乒乓球网站博拼网推出爱心育苗计划 免费资助家境平海又有前置的孩子打乒乓球 谢嘉琳就是第一批受益者 今年9月她从老家湖南绍阳来到广东省佛山市接受专业训练 现在已经成为这家乒乓球学校的长盛将军 有教练们的话说谢嘉琳爆发力强是男子化的打法 正是这所学校的主教练黄和亲自到湖南把谢嘉琳接到了佛山 这小孩天赋有力量有多方面都有就是需要一个平台 有一次黄教练要谢嘉琳休息一天 没想到这些小事也在小女孩的心底掀起了波澜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以为黄教练不想管我了 一个运动员最怕的就是自己的教练已经不再重视自己了 从酒系接触打平空球谢嘉琳就有一个梦 要进入国家队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一定要为了妈妈为了自己一直坚持到国家队的梦想 是不是只要一直坚持着就一定能梦想成真的 这个从不藏在人面前哭泣的倔强女孩 在提到妈妈和自己梦想的时候再也忍不住流泪了 我从来没当着别人的面骨过 每天清晨有点都会准时起床恋求的嘉琳相信 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是真的 那只经历艰辛的丑小牙最终会变成美丽的白天蝶 明天2006国秋大典将在广州天河抵御中心 沉浸俱乐部开展打票行动 环和教练决定代谢嘉琳参加打票 这个14岁的湖南女孩能不能打到长沙来呢 请您继续关注